我們先請教晨諺 美國最新公布的一些經濟數據 看起來表現都很強勁 所以美國股市在昨天 感覺上是滿血復活了 不過現在瑞幸卻說 美國的經濟恐怕會延到 2026年才衰退 也就是說接下來的三年 我們要一直去擔心 到底會不會衰退 所以現在到底美國是滿血復活 還是拖越久更慘 實際現在市場的爭論 其實非常的大 當然我們先從整個數據來看 因為最近最新的是 六月消費者信心數字出來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如果大家長期是我們的觀眾 也知道我經濟學方面的功底 對不對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說 消費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如果消費者的信心 沒有辦法恢復 未來我們會看到的GDP 要成長的難度是相當高 可是最近整個消費者的信心 已經來到近一年半的新高 代表什麼 消費者信心已經回來 他沒有受到我好朋友 我有神的影響對不對 消費的信心還是持續的增高 而且在這個當中 其實耐久財的訂單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 我們也發現 因為耐久財代表 你對未來長期經濟前景的想法 你願不願意投入資金 卡在一個比較長期的投資上面 不管是房子也好 投資設備也好 最近看這個耐久財訂單 月增率也上來 這樣看起來好消息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一直在擔心的通膨 其實通膨會有幾個想法 包括我自己消費的行為 如果我覺得未來通膨會增溫 我現在就不敢消費 我覺得未來的通膨會降溫 實際上我就不太擔心 目前我們看到未來一年 通膨的預期降下來了 而且各位看是持續的一個下滑 所以如果大家對通膨的預期降溫的話 符合這個消費者信心的一個想法 也符合對耐久財訂單的一個思維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地方 確實有看到數據所帶來的好消息 符合你剛才前面講的滿血復活 更重要的事情是復活要有血 為什麼你可以講滿血 原因是這個M2的部分 就貨幣的一個供給量 實際上從去年7月 不是就一直往下掉嗎 就本來月增 然後就開始一直掉 進入了1959年以來 最長的下跌期 就去年7月以來就一直掉 結果到了5月份 出現了第一次的月增 去年7月M2就一直降 那M2往下降就代表 你未來6到18個月經濟活動會下滑 可是到了5月份 這個下滑的過程轉變了 這個是第一次所 我們這個節目這麼久 我在M2上面 第一次看到了一個好消息 所以如果從這個部分來看 現在市場的投資人 確實出現了一種心態 什麼心態 就我們講FORMO 就是害怕錯過 你看雖然說這個禮拜 美股稍微有些震盪 可是實際上 華爾街的交易員認為 這個牛市才走到一半 牛市才一半 為什麼 接下來還會再漲 前面在漲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不好的數據 對 所以投資人也卡在 卡在Wilson 跟他同樣的立場對不對 就站在那邊 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敢動 然後現在數據公布是好的 你害我沒買 是不是 現在很多人都開始遠離Wilson 所以當牛市才走到一半 好消息來的時候 這種害怕錯過的恐懼回來 又讓市場 而且之前不都只買 買那個科技股對不對 就是以AI為主 可是我們最近確實有發現 不管是循環性的這種消費 原物料 材料相關的 買盤也回來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擔心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所以到底會不會衰退 對 就是說你到底會不會衰退 這樣會不會就沒有衰退 這件事情了 整個數字看起來 瑞幸的策略師講的這一段 我們其實可以好好的來思考一下 因為根據過去的歷史 收益率曲線只要倒掛 對 那基本上未來 大概一年左右 十一個月一年左右 其實就會衰退 所以算起來其實差不多就是 大家都講第四季 第四季 但是現在經濟數據都那麼強 對 所以瑞幸他說 實際上如果根據過去的一個統計 倒掛的收益率曲線 只要真正轉平的時候 衰退才會開始 如果照這個論點來看的話 要到2026年的6月 那這下怎麼辦 就是我身上被刺了一把刀 我問醫生說會不會什麼 會不會惡化 他說本來是第三季 那怎麼辦 那個刀要不要拔出來 他說好吧 我幫你拔出來 那這樣就沒事了嗎 可能2026年6月會再度惡化 那我這樣到底該怎麼辦 我現在到底該開心還是難過 我覺得現在市場上出現的是 這種矛盾的一個情緒 是不是一直沒有 摔摔摔故意把時間拉比較久 也就是說到了2026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也忘記瑞幸講什麼了 會不會是這樣 但是這當中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所有的數據看起來樂觀 也有機會因為這個害怕錯過 讓牛市繼續回升 不過有一些小細節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也就是說樂觀當中 我們還是要保持一定的戒慎恐懼 為什麼 因為這個 鋼拉克 新債網 對 新債網 他說美國國債超過32兆 so hot 但是大家要知道 這個32兆跟過去零利率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對 我有很多債 但是我利率很低 我要付的利息其實是不多的 不多 對 可是請問一下 現在升息升了多少 已經升到5%了 請問這32兆美元要付多少 利息出去 不要忘了這件事 所以加上當時大量短期債務到期 對不對 數年前發的零利這個到期 未來債務狀況是不是有可能 再進一步惡化 他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警告 重點就是你龐大的債務 加上了利息 高額的利息之後 你整個債務的狀況 會不會快速的惡化 這個要小心 另外一個是我們在觀察 學貸的一個部分 摩根斯坦利調查 有34% 這個很高額 三分之一的消費者說 我們沒辦法付學貸 其實在美國 辦學貸的人非常的多 非常普遍 你要去念這個MIT 哈佛這些 沒有人是拿自己的錢 大部分都是辦學貸 那他也認為未來 我學貸還得起 那消費就會增長 可是如果三分之一的人認為 他學貸還不起 學貸還不起 那基本上一定要縮減開支 那這一個部分的狀況 有61%的消費者 認為這個部分 在未來半年 他會開始消減支出 所以看到經濟數據轉強 害怕錯過 讓牛市有可能繼續 但是這背後還有一些單 還有一些數據 我們是要謹慎 尤其是現在 不只美國的問題 好像還有一些狀況要解決 中國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是更嚴重 這一次端午節的假期 整個旅遊確實大幅度的浮現 感覺出遊的人很多 非常非常多 因為你看1.06億人次 這個比2019年之前還多 所以是112% 等於說好多人 看到處都是人 然後到了風景區 我們到底是來看風景 還是看人呢 後來發現風景都沒看到 因為黑黑黑黑一片都是人 你看圖片上 可是這當中我們更在意的是 你人潮有沒有帶來前潮 如果人潮沒有帶來前潮 是不是消費力不髒 結果收入是373.1億 好 只有2019年同期的94.9 這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都走進來 老闆問說要買什麼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大家都來看一看 這就產生很大的問題 雖然大家都出去玩了 但是花錢鎖手 對 花錢手軟 他不是不手軟 是花錢 不 我手軟 那這個情況 華爾街日報 就特別的談到了一個現象 為什麼突然之間 最近油價走落了 而且大家在看空油價 而且確實在華爾街 大家開始去放空油 那中東的減產 沒有發生效益嗎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對中國經濟 放緩的一個看法 為什麼對中國經濟 這個放緩 需求 既然它會導致油價的下跌 也很簡單 因為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用油國 叫做輸入的國 那美國也用油 用的很兇 可是美國可以 有業營油可以自己生產 可是中國沒有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油的需求大量的萎縮 原因是來自於 中國經濟放緩的情況下 那當然做空油價 剛好而已 經濟的一個放緩 其實跟中美之間的投稿 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當然不只影響到股市 影響到經濟 影響到股市 所以最近好像在網路上的發言 也受到了一些牽制 而且這個發言到底他講什麼 我們就看 吳小波 據說他被禁言 那是財經作家 對 他是財經 那他講財經也不行嗎 他講到失業率 這個我們節目也講過 超過20% 超過20% 講到1158萬大學畢業生 就業的問題 好 問題的核心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產業的問題 民營企業投資意願的問題 這些問題背後一個最重要的 當然是你政治經濟的環境 不穩定性 包括你之前疫情的政策 還有導致了大批的外資 不斷的往外移動 這件事情 沒有工廠 沒有就業 好 但是麻煩的事情是 他講的這一句話 誰提供就業我就支持誰 那習近平想說 我就沒提供就業 所以你現在是不支持我 是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就不行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言論 其實也讓被禁言 其實也代表了什麼 實際上你不能去談經濟的問題 所以胡錫進很聰明 你胡小波 你就去買股票就好了 是 環球時報要簽總編輯 對 你就朝底 然後你不要 你就說誰讓股市長 我就支持誰這樣就好了 那胡錫進 你知道他就去買A股 他其實過去不碰 對 他以前是股票絕緣體 當然他是不碰股票 人家買股票他還笑人家 什麼韭菜怎樣怎樣 反正他是非常反對 那最近他進來買股票 但是網友嘲諷的還是很嚴重 說你這個買股票叫胡錫進 之後你就知道你叫胡錫退 胡錫退 對 因為股票跌零 可能又要退場 但是我們從這邊也確實看到 整體的經濟市場的不穩定 所導致股市的一個不穩定 最後當然最近拜登政府 對中國的管制 其實還是帶來很大的壓力 因為他現在 世貿組織說美中不應該脫鉤 但實際上還在持續脫鉤 對 就是說美中脫鉤 導致的這個損失 實際上你看AI晶片的管制 又更嚴重 因為實際上 可能現在年年H100 H800 未來都不見得買得到 那你透過雲端的方式 未來也要管制的情況下 原本覺得有一塊處女地 可以強勁的去發展 就是AI這一塊 所以最近中國的AI股 回檔回得很兇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也鼓勵胡錫進 再多買一點 那當然這個脫鉤的言論 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那是不是中美關係能夠改善 也是我們未來關注的一個重點 美中之間的這個關係 到底可不可以改善呢 紐約時報報導說 拜登其實蠻希望改善的 但是美國的民眾恐怕是不願意 對 剛才我們講到 美中之間脫鉤的一個情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27號來臺了 對不對 昨天來臺 三天的一個行程 29號離開 那這一次這個訪問團 應該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現在用實際的行動 來對 表達對臺灣的支持 從代表團來臺灣訪問這件事情 規模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角度來看 美中之間脫鉤的一個情況 要恢復有困難 雖然你看這個紐約時報報導的 其實拜登 希不希望改善緊張的美中關係 也希望 坦白講美中關係的脫鉤 世界銀行已經跟你講 你這個GDP影響5% 經濟一定會受傷 而且難道全球經濟受傷 你美國不會受到影響 也是會 所以拜登想改善 可是不好意思 民意啊 對不對 他還想拚連任 你看他講 2014到2023 對中國負面觀感逐漸增強 跟冷戰期間美國人對蘇聯看法一樣 當時美國人對蘇聯反對 就是說美國跟蘇聯往來高達75% 就是負面看法高達75% 所以他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美國人反中的情緒 就跟當時的70%數字是相當接近的 真的是很嚴重 所以你看 中國是美國主要提人的這個感覺 從2021年45 超過俄羅斯26了 202324 4950 所以實際上大部分人 確實認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所以以現在的話 就是大概一半的受訪者認為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對 所以坦白講 當然對台灣的支持 就變成這個角色之間的一個狀態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跟中國關係緊張 當然也代表兩岸關係緊張 但是俄羅斯又跑來攪取 又他就是不甘願扮演 這個旁觀者對不對 你看國防部證實 這個照片真的看得滿 這個是俄羅斯的守護級的護衛艦 就這樣可以拍得到 你要知道這個是很近的 24里的臨街區 這個是相當罕見的 當然後來這個有脫離我們的應變區了 可是實際上國防部 確實全程掌握緊密的監控 這個也代表整個台灣周邊海域的 這種緊張的情勢是持續在上萬 所以陳彥今年軍工股感覺一直都有提倡 對 當然原本大家認為說 軍工股是不是到了上半年就差不多結束 可是從這個地方來看 軍工股還是要持續 好 我們來講一下駐龍 駐龍一直以來他就有兩個非常重要的 生產的工 這個兩支 兩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一個是航太 對 一個是航太 一個是這個 這個重要的737 就大型的客期 那最近這個航太呢 他算是這個航太股王 他召開股東會 說航太產業復甦 其實我們也看得到 你光從這個長榮行 滑航股價一直狂飆 我們大概就可以理解 我們肯定可以理解 但是他講到的更讓人興奮是 你訂單能見度到2030年 現在是2023 沒有講錯 還有七年 所以也讓他前五個月營收 年增率高達45% 可是這麼旺的一個背後 過去其實也曾經過 經歷過非常慘淡的一個情況 疫情當時的衝擊 他的737MAS被迫停飛 這個新聞當時鬧得非常非常的大 再來就是說 本來預計航太的一個 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所以他自己講 本來這個兩支箭都被打 就中了兩支箭 一個就是航太 一個就是737 打趴了就希望升息 可是在這過程中 就是實際上他已經持續 而且不但佈局 而且開始發酵的是什麼 其實是軍工 如果我們要講駐榮 你可能想到的就是航太 可是就是軍工 你看他就拿到 漢翔的高教肌的一個標案 2020就進入生產階段了 甚至2021年就拿到了波音跟 格魯曼的一個訂單 對 那更重要的是包含了這個 魚叉飛彈 他真的講這句話很好笑 他說 還好他們的技術可以幫忙 要不然你要檢修 要把肚子剖開 所以他的技術 剖開把裡面東西拿出來 確實幫到忙 但你要去想 我們現在看到他是做跨國的生意 對不對 波音 格魯曼等等 但實際上這個王董 王崑生 王董 他實際上不太會講英文 好 我這個層膝音 那紅毛的都說聲都聽不到 但是他自己講 他就講紅毛 就外國人 對 以前我們看到金髮的 我們的台語就會講紅毛 他說我台語 國語都不錯 但是紅毛的我就沒辦法跟他溝通 可是你看他還是能夠拿到訂單 所以他的 實際上產業界的人 就說他的霸氣是很夠的 那你知道2021最慘淡的時候 他的獲利也銳錢 可是他還是堅持幫員工加薪 幫員工加薪 一層 好 你看 基層夜班津貼五萬多 他們現在做航太 是一天三班再輪 因為他說如果我一天只有坐一班 絕對划不來 因為整個航太的一個相關的成品 他要花很長的時間去運作 所以我一定要一天三班 那一天三班 所以就會有夜班對不對 那津貼可以來到五萬多 這裡面還有一個重點是 大部分的金屬加工廠沒有冷氣 但是他既然裝冷氣 他說我裝冷氣我就24小時開 員工是不是上班很舒服 對不對 他才留得下來 好 那他對員工很好 甚至加薪 可是他說他不請司機 他自己開車 請司機幹嘛 還要多花錢 更有趣的事情 他們工廠沒有警衛沒有保全 那人家要進來怎麼辦 你就預約 你預約到了時間 到我們就幫你開門 所以他沒有請保全 很有趣的一個狀態 當然航太業跟半導體電子業 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的生命週期 你看航太電子2到3年 汽車5到7年 可是航太你看73730年 升級以後再20年 所以他願意投入 他一個設備七八千萬 沒有人願意投入他投入 而且拿到了很多的認證 等到折救完畢 他最近又買了一台 又七八千 他就敢這樣砸 那你看早期祝農 沒有表面處理設備 我剛才講就是 投入這些設備 就是因為過去光這些運費 你看又運到日本 再回來再到美國交貨 交到七十萬 所以後來在波音的 這個也算是一種拿到訂單以後 也算是一種大幅度的進步 所以他現在自己建立了一條龍 的處理生產線 所以現在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如果有機會到他們員工餐廳吃飯 然後你在那邊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過來拍拍你 說這個要認真一點 要注意一點 是是是為什麼 因為坐飛機的零件 你不能中斷 你只要停電中斷 基本上你這個材料就壞掉了 你不可能說我補 想辦法修補 沒有這回事 整塊出來就整塊做好才能停 那做壞怎麼辦 就拿去當餐桌 所以你在吃飯 老闆過來說 你現在用的餐桌 你現在懂了吧對不對 所以他說一定要很小心 要不然桌子會越來越多 對不對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狀況